字幕提供 诶兄弟怎麼了 沒有啦失戀而已 那就失戀而已啊 沒關係啦今天怎麼弄 唉全部弄掉啦 路要跟克里一樣好不好 那你公殺小 剪掉不會比較好嗎 我現在就想剃嘛 是不是很剃啦 哼哼哼哼哼 大家好我今天是達爾 今天要討論的話題就是 失戀的男生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髮型改變 其實這個題目啊 其實我最近我一個客人分享給我的 因為這個題目就讓我開始想到 我做這一行那麼久的時間裡面 我發現其實有很多人 怕這種問題不管是男還是女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去想 當我們今天心情受到打擊的時候 你不可能馬上內心去轉化 你不可能去那邊 去拜拜然後打坐不可能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大部分的人 都會用外在的行為 然後來撫平瞬間所產生的傷痛 比如說像去夜店的跑夜 呃不去夜店的跑夜店 不去酒店的跑酒店 不去XX的去XX 對這樣大家了解嗎 唉 其實這一切的行為 其實就是一種超補償 為什麼那麼說咧 因為通常一個人 他通常受到心理打擊的時候 他沒有那麼快去撫平他的心理狀態 所以啊 早上的時候可以用工作來麻痺自己 可是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 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基本上 真的很難調適這種心情 有些人還很壓抑 壓抑到 晚上還會做夢夢到對方 因為心理狀態 一下沒有辦法那麼快達到平衡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 外在的方式去撫平 去平衡心理 這時候創傷的一種傷害 但是我認為這個時候 有時候是一種轉機 為什麼我會那麼說呢 因為很多人談戀愛 談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往往都會忘了自己 忘了自己人一態 忘了自己生活上 一些大小事 然後還有一些他工作的目標 我是說有些人他會這個樣子 因為他會把所有的心 放在另一個人身上 去忘記了自己 而久而久之 對自己的愛 就越來越少 到不修邊斧 然後重心完全放在另一個人身上 直到最後發現到 原來愛自己越來越少 但是我提大家一句話 你必須愛你自己 別人才會愛你 所以當你改變現狀的時候 反而是一種轉機 那我們這裡回到主題 就是我們該如何在失戀的時候 改變自己的髮型 或是狀態 第一個先看看 主流流行是什麼 先把流行資訊收集起來 這次用最快的方法 也是最阿Q的方法 用最迅速的方式來改變自己 要先知道戰場在哪裡 那第二個就是 自己適合什麼 大家在這個時候可以參考 我的當初的第一篇的影片 大家到時候就點進去看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剪完 精神武的髮型不像精神武 說到這裡 我要先跟大家講 絕對絕對 不要因為失戀 然後把自己剪個大光頭 我告訴你們 這種行為超級醇 超笨的 而且另一個人 他會覺得你非常噁心 也病態 不要有一種那種就是 我今天弄了 我把我自己弄得更慘 然後別人會同情你 告訴你們 是不會的 所以這件事絕對不要做 那第三個呢 是什麼 現在的人有很多的心態 有些人是視覺系 有些女生是黑暗系 有些人是無病聲音系 有些人是文青系 先把自己的形象去改變成你想追求對方的樣態 這是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方法 那當然啊 有些人說 噢靠 有些人就是比較特別 可能就是 有些女生是蘿莉 然後他就喜歡我這種 看起來怪怪的大叔 但是這種趴數還是比較少 最起碼投其所好 可以接近50%的機會 就像我們講的 如果你今天把一堆的草 丟在獅子前面 你覺得他會有動作嗎 我相信是不會的 所以我們大家心裡要明白 其實這個世界是膚淺的 外型其實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沒有一個比較舒服的外型 其實大部分大家可能連看你一眼都不會 你要如何展現你的內在 如何展現你的美好 當然我前面講三個吧 其實還有 第四個 我前面沒有講那個是什麼呢? 以後啊 大家起床的時候 先去市場走一圈 來提升自己的自信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只要在市場走一圈 就會有很多阿姨跟你說 欸帥哥 買菜喔 這是提升自信 很好的方法 想起我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原本是個乳生 然後他失戀了 他很痛苦 最後他因為這樣 成為戰勝 愛情場上無往不利 這就是真的 其實啊 為什麼我說 其實一個男生 必須擁有自信 那當然 因為今天你受創傷 可是獅子 也會有打敗仗的時候 但是大家 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把信心 重新建立起來 為什麼女生 會喜歡一個 有自信的男生 因為他會覺得 你是一個 有肩膀的依靠人 那當然 說到這裡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個 最後的關鍵 因為其實台灣人 會有一個 很奇怪的這種 現象 你要說我們台灣男生 比較紳士嘛 也是可以 其實大部分的台灣男性啊 談了戀愛以後 會把他的所有給對發 去忘了自己 其實啊 當有一天 你會發現到 當你越管愛你自己的時候 就是另一半 離開你的時候 你必須 還是要擁有你自己的 一個生活方式 要不然的話 另一個人他久了久了 你會覺得 你這個人完全沒有未來啊 你完全沒有方向啊 所以大家 靜下來 建議思考一下 為什麼前面講的 你必須要愛你自己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在髮型上來講的話 就是在流行趨勢裡面 最起碼讓外面的人 或是女生 別人可以知道 你是一個看起來 非常舒服 然後非常有品味的人 而不是拉裡拉他 或是 完全不修邊斧 然後走的坑 一開始認識的 你是不一樣的 當你越懂得去愛你自己 你才會知道 你自己的優點 與缺點在哪裡 當你了解自己的優點 與缺點的時候 你才不會在下一段戀情 重蹈復程 這樣大家了解嗎 希望我這個視頻 可以讓一些 失戀的男性 可以衝回他 雄風以致興 都會有一個 美好的一段戀情 如果大家覺得 我的影片 還不錯的話 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謝謝 準備要求 臉 來喔來喔 敷不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